鼎姐妹 今週我們進入到總題 愛主並彼此相愛 為要生機的建造字會作基督的身體第四篇 題目是基督生機的身體 在愛慮把自己建造起來 這個標題是從以乎所書4章16節 第四篇的訊息主要出自的就是以乎所書 第8節到第16節 在這個項目中總共有三個大點 每一個大點都是講到 基督生體內在的建造 的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第8節到第11節 第四章的8至11節 那裡講到這位聖天的基督賜下恩賜者 然後到第二大點就是講到 所刺下的恩賜者要來成全聖徒 那就是12節到第14節 到第3大點就講到 基督生體內在的建造 在於 每一個肢體 對於在身體內 直接的建造 就是15到16節 所以在8到16節 這一段經文裡面 分成三組 我們現在就從第1大點 起手進入 在那裡講 基督生體內在的建造 是藉著 元首 基督 這位作頭的基督 在他的聖天內當然也包括他復活 他就將各種有恩賜的人 如使徒新賢者 傳福音者 木人和教師 就是在神聖三一分次中所構成的人 賜給基督的身體 那段經文就講到8節 所以經上說 他既升上高處 就努力了 那些秘魯的 將恩賜賜給人 然後這一節聖經 其實就引致 詩篇 6章18節 然後到第9節第10節 是一個括弧的 解釋 保羅 所引用的這節聖經 因為那裡講到他既升上 保羅就在那裡解釋 如果他不是曾經降下的話 他又如何升上 所以這個降下 就是指著他的死 而這個升上就是指著他的復活 但是主能夠經歷這個死 在於他先有成為肉體 繼而再 為我們經過死 所以這裡有兩重的降下 第一重的降下是他的成為肉體 第二重的降下是他的釘死 而他的升上 第一重 就是他從死人中復活 以再繼而從復活 升天 就是他第二重的升上 好叫他能夠遠超諸天之上 唯要充滿萬有 在這個過程中 他就努力了那些被勞的 將恩賜賜給人 他所賜的有些是士徒有些是新賢者 有的是傳福音者 有的是牧人和教師 好那我們從第一重點進入 第一重點就說到他既升上高處 就努力了那些被勞的 將恩賜賜給人 這個引致 這個詩篇六十八篇 就是第十八節 那裏就說 你已經升上高處 努力了那些被勞的 你在人間 甚至在叛逆的人中間 受了恩賜 那麼這裏 詩篇六十八篇 十八處那裏的高處 其實就是解僱 十五十六節 那裏講到 巴山山是大能的山 是多風多靈的山 也是神所願居住的山 耶和華必住這山 所以這裏所指的高處就是石安山 象徵第三層天 神的那個居所 好了 那詩篇六十八篇 其實又是引致 文數記十章 第三十五節 那裏 摩西就寫到 他説若貴往前行的時候 這個若貴往前行 就是從西賴山 往石安山去 那摩西就說了 耶和華求你興起 求你興起 指著這位基督 他如何呢 成慾體經過人生 釘死 十甲 他的復活升天 指著他的興起 結果 願你的囚敵 四散 願行你的人 從你的面前逃跑 這個就是 保羅 引用 文數記第十章 這一段 寫在 詩篇六十八篇 第一節 所以在這裏 引用再引用 首先 就是詩篇六十八篇 作者 引用到 文數記第十章 這三十五節 到保羅 他在新約裡面寫了以忽所書的時候 他就引用到 詩篇六十八篇 應用在 《以忽所書》第四章第八節 好了 在這裏請留意 第三小點 就是基督 藉著他宇宙的歷程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基督是兩次的 或者說兩步的降下 從他成肉體 到他的釘死 然後 基督的兩次 聖上就從死人中復活 然後接著他從復活到升天 在那個過程的裏面 他就努力了那些 曾經被撒旦鎖露的 叫他們成為 自給身體的恩賜 A小點就說 他說 我們這一班蒙古屬的聖徒 在我們未藉著基督的死而復活得救以前 我們這一班人是被撒旦鎖露的 這個就是盧家福音四章 主就說神的靈高舉 叫他去宣揚 被撒的得釋放 從前我們這一班人 都是被撒旦鎖露的 當基督升天的時候 基督就帶著一串 曾經被撒的 將他們從撒旦那裏 努力回來 拯救出來 這個就是 《以忽所書》 四章八字那裡說 他說就努力了那些 被勞的 當然也是引用 詩篇 六十八篇 十八節那裏說 但在這裏請留意 原來詩篇六十八篇 十八節那裏 是這樣說的 他說 你在人間 甚至在半億的人中間 受了恩賜 這個受了恩賜 就是接受了 那個 禮拜 或者說接受了 那一班有恩賜的人 但是在《以忽所書》四章八節 當保羅寫的時候 他就說 將恩賜賜給人 在這裏就有一個出入 明明原來 詩篇六十八篇是說 受了恩賜 但到保羅寫 《以忽所書》四章八節 他就說 將恩賜給人 一個是接受 一個是吸 原來在這裏 有一個 過程 就是當基督 從 復活 高升的裏面 他就將 那些從前 秘魯的 努力了回來 帶著他們 一同的 往父那裏去 好了 當基督 到父神那裡的時候 主就將 這一班 秘魯的 這一班 俘魯回來的 就來賜給父 作為 父的滿足 作為父的享受 結果當父神 滿足了 享受了 就將這一班 恩賜者 賜給基督 所以在 詩篇六十八篇 就說 基督受了恩賜 而基督接受了這一班恩賜之後 他就將這一班恩賜 賜給教會 所以 《以忽所書》四章八節就說了 他將恩賜 賜給人 所以這裏一面 受了 就是從父那裏來領受 然後 基督就將恩賜者 賜給身體 賜給自援 這就是八節那裏所說的慈給 好 詩小點 基督在升天的時候 將他們 這一班 被征服的囚敵 作為他的俘虜 遂領到 諸天之上 並使他們成為 賜給他 身體的恩賜 這就是我們 所說的 現今 神正慶祝 基督 在他們這一班 被他征服的囚敵身上的 得盛 並在他為了建造 他身體之即是的行動上 在海船的行列中 遂領 他們的俘虜 好 第二重點 就是在經歷上 基督今天 還是在我們裏面來升上 還是在我們裏面來講下 將我們來俘虜 征服 這就是在經歷上 說到基督如何 今天 還在升上 還在降下 還在俘虜 還在征服 他越用他自己充滿我們 就將我們構成為 賜給他身體的恩賜 這裏有一段即時的話 就說到今天 基督仍然在他的歷程中 他仍然在升天 並且降下 但如今 他的歷程主要下 是在我們的裏面 在我們的經歷裏面 我們可能 上上下下 我們下沉的時候 基督就落到 我們所在之處 將我們往上 帶到神那裏 一天當中 可能我們多次的 被基督帶到天上 我們從經歷中 能夠見證 基督在我們裏面 降下 又升上 他上去 又下來 根據 《二斧所書》 四章九到十節 他的降下 他的升上 就是為了 充滿萬有 你以為基督在宇宙中充滿萬有 卻沒有充滿你嗎 頂姐妹 直著降下 直著升上 基督要將他的自己 充滿我們 以上就是第一大點 提到這位 為了 為了升天的基督 將恩賜 賜下 為了 建造 召會 好了 第二大點 接下來 就是《二斧所書》 從十一到十四節 那一段 那裏就說到 這群恩賜的人 有恩賜的人 他們為了 在神聖的婚姿內 承傳 聖徒 好叫所有的聖徒 都能夠做 生虐即時的工作 建造基督的身體 這個我們就要看《二斧所書》四章十二節 四章十二節就接著十一節說 這位升天的基督 作頭的基督 賜下 四種恩賜者 有作使徒 有些是新賢者 有些是傳福音者 有些是牧人和教師 為了一個目的 承傳聖徒 承傳聖徒 而聖徒得承傳 就有一個目標 就是能夠為了即時的工作 為了建造基督的身體 第十二節這個承傳 原文的意思就是 使之 完全 裝備 用功用來供應 被承傳的路是什麼呢 就是在於 在生命裡長大 亦能夠熟練的 來盡工用 所以第二終點說 有因此的人承傳聖徒 不是方法 不是道理 是以生命樹 以生命供應 來餵養他們 好叫聖徒們 能夠在生命裡長大 所以為了承傳聖徒 第一 這個承傳就是指著 用生命來供應 好叫我們能夠得餵養 叫我們能夠在生命裡 來長大 這個跟保羅臨前三章 他就說我要給你們奶喝 然後他說 我栽種了 阿波羅僑貫了 唯有神叫你們來生長 完全在一個生命的範圍裡 完全在一個為了生命長大的目的 好了 到第三終點就說到 這一幫有因此的人 承傳聖徒 那個承傳聖徒的意思 就是叫聖徒能夠作 他們所能夠作的 有使徒公用的人 他們承傳聖徒 就好叫聖徒能夠作 使徒們所作的 新賢者 公用的人 他們承傳聖徒 就叫聖徒能夠作 新賢者所作 好叫 被承傳的聖徒 能夠直接建造基督的身體 好 接下來的四個小點 讓我們認識使徒 新賢者 傳福音者 木日和教師 他們的功用在哪裏 鼎姐妹請留意 這不是一個地位的問題 這更是一個功用的問題 好了 講到使徒 如何承傳聖徒 在這裏有三方面 第一 藉著看望眾召會 第二 藉著寫書信 給眾召會 就是跟眾召會有交通 第三 藉著指派 同工 留在一個地方 來承傳聖徒 以下的經文 就是 支持以上的三點 第一 使徒們如何承傳聖徒 藉著一再去 看望眾召會 在《使徒行轉》 15章 過了一些日子 保羅就對巴拿巴說了 就是他們第二次的行程 他說我們要回到從前 宣揚主話的角色 看望弟兄們的 境況如何 在這裏就講到 使徒們再一次去 看望眾召會 為著 承傳弟兄 結果巴拿巴和保羅分開了 保羅就揀選西拉 跟他去 然後到41節就說了 他們走遍 敘里亞和基利加 堅固眾召會 環友 《使徒行轉》20章 那裏 保羅 招聚以徒所的 長老們 他說 我沒有一樣 被委不告訴你們的 在公眾面前 挨家挨戶 我都 教導你們 三年之久 早夜不絕流淚 勸誡你們 各隱 以上的經詞下 就說出 使徒們 在眾召會中 走動 在那裏 走訪 為著 叫眾召會 得堅固 得教導 得勸誡 好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哥羅西書》 四章十六節 在《哥羅西書》 末了的時候 保羅就說 這書信在你們中間念了 指著《哥羅西書》 你們也要讓 老底家的 召會來讀這封書信 同時 我寫給老底家的 召會的信 你們也可以從中 讀 環友 臨前一章二節 我寫信 給在哥林多 神的召會 所以 使徒們所作的 另一個 就是他們寫信 給宗召會 宗召會 能夠在 使徒的交通 以及 教訓的裡面 聖徒能夠得建築 環友 第三方面 就是指派同工們 留在一個地方 來成全聖徒 提摩泰前書 一章三節 保羅就說 提摩泰 我曾勸你 仍然要留在 以忽所 為什麼呢 祝父那幾個人 不可以教導 與神的經論 不同的事 到 提前三章十五節 他就說 如果我擔言 我辭離以忽所的話 提摩泰 你就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 當 怎麽行 另外 提多書一章五節 保羅也說 提摩泰 提多 我從前留你 提多在 甲尼底 就是要 你將我 所未辦完的事 辦你妥當 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 設立掌路 所以無論 提摩泰也好 提多也好 他們作 保羅的同工 接受 保羅的 差遣 留在 以忽所留在甲尼底 為著 成全 聖徒 接著 第二小點 說到 新賢者 有新賢 恩賜 為了 成全聖徒 這裏有三方面 第一 直接教導聖徒 將主 說到人裏 第二 直接在聚會中 說話 而建立榜樣 第三 直接 幫助聖徒 神神復興 日日得勝 而過了 新賢的生活 我們看看 《士堂傳》 13章1節 說到當時 在安提亞 這個 地方 接會中 那裏就說了 有幾位 新賢者 和 教師 所以在這裏 很清楚的 其中 有一種 恩賜者 他們就是 新賢者 他們能夠 幫助聖徒 成全聖徒 來到新賢 結果 臨前14章31節 那裏就說了 你們都能 一個一個的 新賢 所以請留意 新賢者 那個功用 就是要聖傳聖徒 都能夠 一個一個的 新賢 好 接著到第三小點 就說到全福音者 全福音者 聖傳聖徒 這裏共有五個點 第一 挑望他們 在全福音的靈中 焚燒 第二 教導他們 福音的真理 第三 訓練他們 全福音 第四 藉著幫助聖徒 裝備 經倫之靈的能力 第五 建立 愛罪人 並為罪人 討告的 榜樣 提後 四章五節 保羅在那裏 吩咐提摩泰 凡事要謹慎自首 忍受苦難 為著 作全福音者的工作 盡你的職事 這裏很清楚 在提摩泰的身上 就是一個全福音者的職事 接著到第四小點 木人 和教師 第四類 的恩賜者 他們是藉著 牧養 餵養 保養 年幼的聖徒 教導成長中的聖徒 年幼的 需要餵養 需要保養 在成長中的 需要教導 需要教導 在這裏 那個使徒行轉 11章25節 就講到 巴拿巴 他就往那個大蘇 去找蘇羅 好了 他找到蘇羅之後 就將他帶到安提亞 在那裏足足有一年的時間 再召回旅 聚會 教訓了許多人 所以 到使徒行轉13章1節 提到巴拿巴的時候 就提到 教師 所以 木人 仲在 牧養 餵養 保養 而教師 仲在 教導 所以 以上1234小點 就讓我們認識 新賢者 這個使徒 傳福音者 沒有任何教師 是如何的 承傳聖徒 藉著這個承傳 達到 4章13節 那裏有一個結果 他說眾人 都達到 這個達到有三方面 第一 在信仰上 並對神兒子之 完全認識上的一 第二 達到 掌成的人 第三 達到 基督 封滿之 身材的 度量 可以這樣說 這三方面 第一方面 信仰上 對神兒子之 完全認識上的一 就是在 真理上 而掌成的人 英文是 full grown man 指著我們 生命上 長大 以達到 成熟 而第三方面 基督 封滿之 身材的 這個度量 是為了 盡功用 為了 侍奉 所以 無論在 真理上 在生命上 在侍奉上 直著成全 我們都能夠 有一種 達到 第五終點 從 消極的一面 說 直著這樣的成全 就叫我們 不在座 小孩子 正如 四章十四節 所說 為波浪 飄來飄去 為一切 教訓之風 所 搖 到 這個教訓 是在於人的 欺騙手法 在於 將人引入 撒旦 錯謀系統的 鬼詐作為 如果 我們將 以復所書 四章十四節 這裏所指的 教訓 連於 提摩泰前書 那裏 一起來看的話 我們就明白 因為在提前 保羅 祝福提摩泰 留在以復所 有人教導 與神經論不同的事 有不同的教訓 成為了教訓之風 到提前結束的時候 第六章 那裏 保羅又再說 若有人教導的不同 不贊同 健康的話 就是 神經論的話 所以很清楚 在當時 以復所 的召喚 有人教導 與神經論不同的話 這樣的話 保羅就說 聖徒們 需要 被承傳 當我們被承傳的時候 我們就長大了 就不再作 小孩子 就不會受 受這些教訓之風 所搖蕩 好 到第六終點 講到 牧養 和教導 就是牧人 和教師的 功用 就是這位升天的元首基督 所賜給 眾召會 以建造 有恩賜的人中間 極重要的 功用 極重要的功用 我們可以先看經文 所以在約翰福音 21章 十五十六十七節 當主 恢復 彼得 對他愛的同事 主就把 托父 給彼得 彼得 你愛我 你要餵養我的小羊 你愛我 你要牧養我的羊 你要愛我 你要餵養我的羊 所以在這裏 弟兄姊妹 牧養 是一個 極重要的 功用 彼得 作為主的仕徒 他的功用 就是在這裏 來牧養 好了 而馬太福音 結束的時候 28章 20節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無論是什麽 都 教訓 他們去遵守 教訓 他們去遵守 還有臨前 4章17節 那裏保羅說 正如我在各自會中 所 教導的 7章17節 我在眾自會中 都是這樣 吩咐 都是這樣 吩咐 所以 以上的經文就說到 使徒身上 最主要的 一 就是 目樣 二 就是 教導 其實就是作目人 作教師 那麼 接著 保羅在臨後 十一章 28、29節 他就說 他說 為眾自會的掛淚 天天壓在我身上 有誰軟弱 我不軟弱 有誰半跌 我不焦急 接著我們繼續說 第六終點的下半 此外 基督 作為 召喚的頭 亦吩咐使徒 要在眾地方 召喚 設立掌路 不僅使徒們 在那裏牧養和教導 在地方上 我們需要有掌路 以執行 他對群羊的牧養 並且要善於教導 以加強 牧養 來完成這個目標 所以 提前三章 那裏講到 要 立掌路的時候 他所需要的要求 指助一個妻子的丈夫 節制適度 清明自首等等 其中有一個就講到 善於教導 善於教導 能夠管理自己的家 然後來照料神的召喚 照料神的召喚 到第五章十七節 他就說 善於教導的掌路 尤其那在話語和教導上勞父的 頂子妹真正的帶領 就是在話語 在教導上勞父 而彼前五章二節 當彼得 在他連掌的時候 祝福掌路們 募要牧養 你們中間 神的群羊 按著神 來監督他們 好 到第三大點 就說到 基督生機身體 內在的建造 那個直接的建造是怎樣呢 就是藉著 所有的肢體 直接的建造到元首裏面 並本於元首 這個主要就是 《以弗所書》四章 十五和十六節 去到十五節的時候 就說一下 為了愛女 持守著 真實 我們就得以在一切的事上 掌導他 而他就是 這位元首 基督的裏面 這裡有幾個小點來解釋這節聖經 首先 我們所說的那個真實 在愛女持守 真實 這個真實是什麼呢 就是 永遠的經論 就是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 環有基督身體的照會 這一切神聖的真理 所以這裡的真實 指著 三個方面 這個神聖真理的 第一 就是神的經論 第二就是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 第三就是 基督身體的照會 這三方面 好了 第二小點就說一下 說到我們要掌導他 那我們就需要 服從這一位 元首基督 作頭的一位 正如經文那位說一下 臨前十一章三節 基督是 國人的頭 以弗所書五章 二十三節 他說 如同基督是 召會的頭 環有 以弗所書一章二十二節 使他向著召會 作 萬有的頭 所以在這裡 基督是國人的頭 基督是召會的頭 基督還作 萬有的頭 以弗所書一章十節 那裡說 使他 能夠向著召會 作萬有的頭 好了 讓 主 這個神聖的生命 能夠擴展 能夠擴展 到我們裡面的各部分 羅馬書 八章 十節六節十一節 分別說到 這個 神聖的生命 蘇維的生命 從我們的靈 擴展到我們的 心思 再擴展到 我們的 身體 好 接著我們有一段即時的話 當我們在神的愛慮 持守真實 我們就得以在一切的事上 掌導他 就是這位元首基督的裡面 在大小事上 一切事 就如我們的 穿衣 梳頭 買東西 我們的說話等 都必須接受基督作頭 服在他這位元首的權兵之下 我們就得以掌導 他的裡面 讓他在我們的內裡各部分 包括我們的心思 情感 意志 都能夠有地位 使他在我們裡面 逐步擴大 增長 第三小點 戒爾芬所書15章 這裡所說的元首 指明我們在基督裡的長大 該是 眾之體 在元首之下 就不單止是我們個人的事 更是我們眾人的事 我們在身體裡面來長大 我們的長大 不僅是在基督裡 更是在基督的 身體裡面來長大 好 第二 終點 就是《以忽所書》 四章十六字 本於他 就是本於元首 本於元首 在這裡 當年於頭的時候 含視一個思想 在這裡有一個 分詞 有一種神聖的分詞 結果全身 藉著每一份豐富供應的節 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道量而有的功用 在那裡身體得以聯絡 得以結合 得以交織在一起 叫這個身體 長大 以至在愛女 將自己建造起來 有兩個小點 他說當我們長到基督 本於元首 接受他的分詞 產生出為了建造基督身體的許多功用 所以這裡有豐富供應的節 還有每一部分依其道量而有的功用 第二小點 每一個基督身體的肢體 都有其藉著生命的長大 而有的道量 所以那裡講的是依其道量 都可以為了基督身體的長大 以及建造來盡工用 好 第三重點 這個節的供應 以及各部分的盡工用 其實節指著11節所指 提到的恩賜者 他們作為節帶來豐富的供應 而這個各部分就是12節所指 被承傳的聖徒 能夠在那裡盡工用 叫身體漸漸長大 以至在神聖的愛女 將自己建造起來 小點一就說了 全身體 使身體長大 這個我們就參考臨前 因為臨前那裡他就說了 因為你們都能夠一個一個的伸延 然後他四節就說了 彈下伸延的 乃是建造教會 頂戰 臨前十四章 和以婦所書四章十六節所說 身體漸漸長大 如何長大呢 身體在愛女將自己建造起來 如何建造呢 就是當我們一個一個都在盡工用 都在伸延的時候 治會就能夠建造 好了 第二小點 基督身體的長大 就是基督 在治會裡面的家增 結果基督的身體 就將自己建造起來 所以在《以婦所書》 第三章 基督是藉著信 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叫我們在愛女生根 立基 先有第四章十六節 這個身體在自己裡面 建造起來 當基督進到聖徒裡面 活在我們裡面 種聖徒裡面的基督 就成為治會了 這就是《哥羅西書》三章十一節 它說 再沒有 新人裡面 希利利人 猶太人 受國禮的 未受國禮的 化外人 西古提人 為勞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內 唯有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內 意思就是 眾聖徒裡面的基督 加起來 就成為治會 而基督的身體下 是因著基督在我們裡面的長大 而長大 就得建造 這個就是《哥羅西書》 十九節那裡說 他說 我們是以神的增長 而長大 基督的身體怎麼長大 神在裡面增長 還有第三小點 就是講到 在愛女 基督的身體 在一個神聖愛的範圍裡面 將自己建造起來 這個愛是神的元素 神內在的本質 這個愛 是在基督裡面 神的愛 成為在我們裡面 基督的愛 藉著這個愛 第一我們愛基督 第二我們愛 基督身上 同作 肢體 我們可以從《約案》 一書四章 七、八、十、一、十、六節 這幾節聖經一面 就講到 神就是愛 第八節 和十、六節都講到 神的自己 神的元素 神內在的本質 就是愛 恩著這個愛 進到我們裡面 就成為我們裡面的基督的愛 第七節 他說我們要彼此相愛 我們要愛弟兄 環有第十一節 神既然這樣愛我們 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十九節 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我們 所以從這一段的經文 讓我們看到 神是愛的源頭 神將他的愛 作到我們的裡面 叫我們愛神 愛 眾弟兄姊妹 羅馬書五章五節 他說 神的愛 正是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僑貫在我們的心裡 八章三十九節 他說 是高是深別的受造之物等等 都不能叫我們 如神的愛 隔絕 這個愛在哪裡 是在我們主耶穌 基督類的 接著有幾個ABC的伊點 說到在以復所書 在愛裡這個騙語 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都出現 在愛裡 A小點 是以復所書的一章四節 父神 在愛裡 來揀選我們 叫我們在他面前 成為聖別 沒有瑕疵 所以這個在愛裡 神聖愛 是一種情形 氣氛 讓我們能夠 被神蒸透 在他的面前 成為聖別 沒有瑕疵 B小點 就是以復所書三章十七節 那裏就說到 我們要在愛裡 生根 立基 生根 跟植物的長大有關 立基 跟建造有關 在愛裡 在愛裡 生根 就是為著生命長大 在愛裡 立基 就是為著建造 好 詩小點 以復所書四章 二節又提到 我們要在愛裡 彼此 擔就 到第四節 就說了 一個身體 一位靈 所以我們在愛裡 彼此擔就 是為著 保守 基督 身體的 那個一 好 D小點 都是第四章 就是我們在這裡所說的 在愛裡 持守 真實 這裏的真實 就是基督 環有 他的身體 而到第五章 就說到 我們要在愛裡 行事為人 這個行事為人 就包括我們的生活 行動 舉止 好叫我們 好像 神蒙愛的兒女 以復所書 五章一節那裏說 我們這班人 是從神而生的神人 由神的生命 聖情 屬於神類 所以我們能夠 效 佛 神 好最後一個終點 就是一個結語 就說到 基督 那個生肌的身體 是由 身體自己 直接建造的 身體是由基督 所有的肢體 每一個的肢體 按自己的道量 盡功用 而其中 主要的一個功用就是 新言 為主 來到說話 建造 召會 這個就是臨前 十四章 那裏說 這個 由基督所有肢體 直接的建造 藉著各種有恩賜的人 在這位聖天的基督 在他聖天裏面 神聖的元素 全被供應下 所作 承傳的工作 所以鼎姊妹 我們需要在這裏體驗 我們在照會生活中 我們需要 受承傳 我們受承傳 就能夠做 即時的工作 為著建造 基督的身體 我們需要實行這件事 好的 我們能夠在地上 看見一種 生肌 建造的 實際 是